上百位基隆地区失智长辈们站在原山饭店里面 著名的红毯阶梯上开心合照 展现强大又开心的气场 根据台湾失智镇协会调查结果 65岁以上人口每13人就有一位失智者 80岁以上大约每5个人就有一位 因此基隆市卫生局保健科负责的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特地和基隆市期间特约失智据点合作 首次办理带领上百位失智长辈到台北原山饭店参观 吃美食的活动 让长者们多多参加社会交际活动多运动 甚至回想过往可能来过原山饭店的记忆 延缓失智的情况 其实大家都知道原山饭店事实上很富有历史的一个建筑物 许多的失智镇的长辈事实上他们可能一生都还没有来过这里 那我们透过今天这个活动呢 有一点点那种环旧治疗的味道 事实上让长辈来回复这样一个建筑物的它的历史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机会 让这些长辈出来走一走 因为我们知道失智镇重要的是有一些社会的参与刺激 所以透过这样一个活动达非此的互动 可以让他们不管是在星期一月上面或是在运程上面 我相信都是一个很大的方法 原山饭店服务人员也非常用心贴心提供服务 甚至双脚跪下帮大家拍大合照 也分团带领失智长者和家属等陪伴人员 参观解说原山饭店著名的东密道等地点和历史 主办单位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更用心安排长者们享用饭店美食 让长者和家属都非常开心 高度肯定这次办理的活动 第一次来 感觉怎么样 古色古香 真好 阿伯有想要继续来这里建筑吗 去包围那里建筑都要继续 对啊 有人就要继续来 带妈妈这样出来七处你觉得怎么样 欢喜 欢喜喔 怎么说 因为平常上班很忙 所以就只有这种机会的时候 特别人家一起出来游玩 对 然后因为大家都是老人家 所以就是互相扶持 感觉很好 还期待有下一次的活动吗 期待期待 主办单位也在用餐期间 安排长者们进行表演同欢乐 表演结束后也由保健科长杨慧玉颁奖表扬 让表演的长辈感受到得奖的喜悦 没有用心又贴心的十多位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主办单位人员就没有成功的活动 来不及吃早餐就带领百位长者平安顺利出游 只能午餐当早餐吃 能够受到长者和家属们的高度肯定 让基隆市成为师志长者最有爱的城市 大家就心满意足了 机智一起玩学堂 真的 记者吴俊松台北采访报导